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出现令人担忧的新变化 因为星期一新增的三起病例 全部都是在潜伏期过后才诊断出来的 其中一个病患甚至已经过了20天 另外 韩国星期二再增三起MERS新病例 累计车诊病例上升到175起 韩国MERS疫情这几天正呈现出稳定下来的迹象 不过 星期一的三起新病例似乎又带来不确定因素 因为卫生部门一直以来都认为MERS的最长潜伏期是14天 接触过病患者的隔离期也是14天 首尔已经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中心的专家前往韩国 这些专家将向韩国提供应对MERS疫情的建议 以及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措施 另一方面 泰国卫生部门说 目前境内唯一的MERS患者正在康复 扩散的可能性非常小 为了确保安全 当局也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如规定所有来自受MERS影响国家的医疗旅客 都必须在入境泰国的前一个星期 MERS检测呈阴性 而且要求到私人医院和诊所求诊的外国人 不要承搭公共交通往返住所 MERS检测呈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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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呎 Motto